桃园区龙香里 龙山里 龙寿里一带 常年遇大雨必淹水 副与长李小中会同相关单位 前往会看当地的水利工程 户球工程如期完工 要挖地下香寒 然后从龙山国小这一边 藉由围墙这一边 在中国分流出去 才会解决这边的淹水 当初淹水的时候 最高淹水深度有到50公分以上 连那个鱼都跑到人家家里的前面来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解决 积捷大渊站是许多机场上班族的转乘要地 但是机车停车位太少 机车族没位可停车 市议员徐奇万要求市府运用空间赶紧增设 这个机车阁的方面 你在整个停车场的计划当中 要重新再做规划 重新再做检讨 这个土地上先来做临时的一个机车 给停车壳 大概200位到400壳 我是希望说你一次就到位400壳 市议员陈美梅造访国小附设幼儿园 提到特教生的照护人力资源 她建议市府做弹性调整 提高助理员员额以减低教师负担 我是希望说未来教育局 可能有时候是跟整体的 中央的相关的政策的部分 有一些调整 希望说对于这个部分 师生比例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在 有一些老师 或者是相关的辅导员的部分 能够再协助增加 运动风气盛行 市议员陈亚伦会堪龟山运动公园 要求市府修复公园内损坏的硬体 让市民有更好的运动环境 那现在呢是因为这个篮球场地平 有多处不平的地方 那有导致这个 如果学生啊 或是有那个打篮球的人 在边运动的话 有可能会受伤 那另外这个前广场的部分 这个楼梯有部分斑驳的地方 很容易造成滑倒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来 把这边改善完毕之后 给这个来这边运动的人 可以有更好的这个运动场所 更多详情请锁定 今晚的明代新在地情 明天好 谢谢观看